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来自台湾的 我叫张博伟 先做一点自我介绍好了 我是毕业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的 交通大学如果大家有点印象的话 是一个非常理工的学校 然后在里面读了一个文科 这些都是我朋友 然后我们刚好都是那种学渣类型的 我们成绩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平常最常聚在一起的事情 就是讨论我们的学生会要玩什么活动 然后可能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办什么 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讨论到 我们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要怎么解决 刚好有一个人生际遇是这样子的 就2013年的春天 我们这三个人都跑到国外交换 交换学生 其实我们功课都很差 所以我要讲一下 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交换机会 有一所学校在荷兰 跟我们台湾的交大是千姐妹校的关系 他每年的秋季班都会开放一两个名额 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可以过去 可是那一年好死不死 又开了一个春季班 然后没有人知道 就我知道 所以我就一个人投 一个人报名 最后就一个人飞出去了 所以这种学渣 要有办法交换学生 要靠技巧了 对 所以那时候跑到荷兰去交换 然后荷兰过的这半年的生活 一个学习的生活 其实让我觉得有很多反思 阿姆斯特干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 我说在建筑这个方面 我特地拿这张图给大家看事情 你会发现这边的建筑物 有点太奇怪 太过分的细长 尤其是中间这一个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 一个不是很正常的房子 门一打开 你可能就要上楼 然后这样子的房子怎么会存在 我当时也觉得很纳闷 所以我就回去考了 看了一下历史 发现原来是这样子 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 阿姆斯特丹就跟现在的 可能国际大城市一样 它非常的多人想要来住到这边 所以换而言之呢 它的地价 或者它的课税 都非常严重 当时的课税方式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可能是 现在楼板面积做课税 当时只是看你的房子的 占地的大小做课税 换句话说 这样一样的大小 我盖一层楼 跟我盖十层楼 课的税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如果你真的非常穷 你又想要住在阿姆斯特丹 你就只能靠这种方式 你就一楼 弄一个门的大小就好了 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酷啊 就是这么有历史味道 然后有这么故事的东西 就留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然后我在这个半年的生活里面 我跑到各州各式的学校 因为学渣到哪里都是学渣 所以我们还是到处玩 我们跑到这个 譬如说我们找到这个 巴黎的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有一个活动 那个时候正在举办 它叫做七十年前的巴黎 七十年前的巴黎 七十年前的巴黎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二十四季大战 刚结束的时候 大家很开心 所以就拍了非常多照片 然后他把七十年前巴黎的照片 跟现在的街景对上 我们把它反白一看 你会发现 事实上很多都很无缝接轨 自然就连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欧洲 或是我们说的一些先进国家 他们在城市的样貌上面 其实就已经自然而然 呈现了一种美学的样态 然后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自然而然 其实就有得到一点享受 所以半年结束之后 我就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的时候 看到这是我们 如果大家有去过台湾的话 这是台北车站的后车 当下视觉的冲击非常强烈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朋友 就聚在一起 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觉得 哇招牌太糟糕了 为什么好看的设计 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为什么 那第一个想 你可能觉得 我们的设计师不如人家 人家是欧洲什么的很厉害 诶 错哦 其实如果你回去仔细找的话 这些是一些 台湾知名设计师的例子 有国具水准的 有非常优秀的 谷右闻或是内永珍等等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厉害的设计师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就问题出在这个表格 首先精英跟一般大众 本来就有落差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 毕竟人家是基因嘛 我们一般大众 跟他有一些层次上的差别 是很合理的 但一旦这个断层过大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身为一般大众 我可能无法理解 基因所追求的东西 是为什么 这导致一个现象 今天他做出一个更好看的东西 大家不觉得这个东西 必须要花更多钱去买 或是我们今天不觉得 好看的东西 有其必要性的时候 渐渐渐渐地 在市场机制的运作底下 这样的东西就会消失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回过来 变成这个 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断层 那断层怎么发生呢 第一个 我觉得你从你看到中的中西学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欧洲的小孩子 他们平常看到什么 这是我随便去找 他们网路上的一些海报的设计 这是欧洲小孩子看到的 那我们呢 这是我们常见的样子 有台湾的也有这边的 对 那我今天不多说太多 我们把这两张放在一起 试想一件事情 一个人在上面的生活二十年 跟在下面这样的环境生活二十年 还发生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就是 上面生活的人觉得这样叫做六十分 下面生活的人觉得这样叫做六十分 而当我们的 当他们的六十分是我们的九十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要再过来问这个问题是 难道我们没有美学教育吗 美学教育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很早人就好在讲 难道我们没有吗 有 但是这件事情就引领到我们下一个问题 博物馆太遥远 猜猜看大家 孩子一年去美术馆的机会有多少 其实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我们在台湾得到的数字其实不到一次 原因很简单 你会发现博物馆是一种非常贫富差距 或者是沉乡差距 甚至资源要非常集中的地方才会产生的东西 你今天要有一个大展 要找到最厉害的作品 来到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 一定的经济消费能力 这些人要有钱有闲 你才能撑起这个展 所以如果放眼望去的话 今天如果我并不是都市的小孩 我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乡镇 我要同样获得这样的美学的资源 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所以那就继续往下问啦 我们既然不去美术馆 我们在做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 我们都在念书 帮大家回忆一下 八个小时一天 早上是四节课 下午是四节课 有些人可能惨一点 还需要晚上要晚自习 或者是要做去补习 甚至连周末都没有 我们华人的教育 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让孩子跟教科书相处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的计划的名字 我们叫做美感细胞 教科书再造计划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多少人小时候画过课本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画过 没画过的举手好了 没有啊 对啊 每个人都画过课本 譬如说像这东西 对 杜甫很忙 他扮演很多角色 我其实在网路上找到更色情的 只是不好意思放欸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上课太无聊 第二个你觉得课本太难看 其实就是两件事情 所以一本好看的教科书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接下来就说啊 那到底我们要做哪一课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 他们会觉得说 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这样子的艺术相关的 是不是要做艺术课本 或者做音乐课本 错 不要骗我 这个上过学都知道 接近月考的时候 艺术课进来的就是数学老师 接近月考的时候 音乐课进来就是国文老师 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小孩子 生活中充斥的这种美感的话 我一定要做主科 不能做一个大家不重视 可能很容易丢弃的一个科目 所以我们那时候选择 我们要做国文科 国文科其实非常有趣 如果大家觉得哈利波特 或是觉得金庸可以出金装版 那每一页都做得很漂亮 封面做得很美 难道国文科不行吗 我们退一步看 国文课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发现国文课本就是14个小故事 合在一起的一本书 每一课小故事 他可能讲了一个课文 讲一个 就14个故事 那如果14个故事 合在一起的一本书 其实它某定程度上 就是有14个章节的一本小说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期待 如果今天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有一个很美的样子的话 国文课本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决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过程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几个人讨论 就觉得这东西感觉可以做 所以我开始之前 我们有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确定 我们确定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刚才介绍一下 我自己念人文社会学系 我另外两个伙伴更才 一个念电机系 那个中研是念电机系的 木天念机械系 你会想说 如果你今天要改造一个教科书的设计 你好歹第一个你念一下设计嘛 没念 你好歹念一下教育嘛 我们也没念 所以其实那当时的状况是 我们想到一个很棒的ID 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雀跃 可是事实上 我们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开始问别人 那时候我们问了非常非常多人 前半年 我们不管是访问过 出版社的业务 问一下这个市场的状况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 这个市场的饱和程度啊 包含什么的 或是我们去问设计师 你们觉得对教科书 现行的设计的想法 或是我们甚至还找到一些 透过关系找到一些政治人物 问他们对这样的政策 推行的看法 我们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也遇到很多挫折 可能有些人觉得你这个东西 在这么保守的市场底下 你不太可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创新 你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 或是有人就一直鼓吹 我们一定要做破坏式创新 就是来开一家出版社 跟大家开干 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发现问一个好问题的价值 比得到一个好的答案重要多了 一个好的问题 它可以引领到下一个层次 因为你了解这件事情 你在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是更多的 一个好答案只是帮你结束到这一场 这个当下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已 所以那个半年之内 我们非常突飞猛进地 开始了解这件事情 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接下来就是有一天 我问了我一个教授 把这个idea重新跟他讲一次 他就说你这个idea不错 可是为什么你不做一个demo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做demo有一个非常巨量的价值 今天我在这边说 我要做一个美感的教科书 在场有四百个人 就有四百个想象 每一个人想象的美感教科书 都跟我想的不一样 一定会有一点落差 那今天我们再跟你讨论 这个东西可不可行 能做的时候 你们是依据你心中自己的 这样的想象 来去做判断的 所以很可能 我们讲的根本就不是同一本书 那今天在做这样的讨论的时候 很容易就失焦 所以今天维勇尼把一个demo做出来的时候 就是告诉他说真的长这样 那我们依据这样的东西来做 哪里可以修正 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的讨论才有价值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自己也不是念设计 也不是搞教育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demo 我们就必须要非常拼命 那时候我记得 我记得生活费大概是六七千块台币 大概折合一千两百块人民币左右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透过脸书 我们就去敲我们认识做过会做设计的人 那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所限 所以其实所有参加的设计师 我们都只能要求他们用无偿的方式 跟我们合作 我们大概前和后找了快三十几个设计师 最后有十三个十四个设计师 同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一次的尝试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会 我们跑到台北的一个地下街 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 有一个小空间可以开会 然后租一下它的厂子 然后把大家都叫过来 所以我们就跑去做群众募资 你们这边叫众筹 然后我们也募到不多 大概是五万人民币左右 就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本 我们可以把这个教科书做出来印出来 这是原本教科书的样子 然后这是我们改的 然后这是原本的 这是我们改的 9月9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找到一个香山大湖国小 那个时候也真的是 透过一个朋友的妈妈是校长 然后她说他们学校不能试 然后就换到另外一个校长 校长也说她学校不能试 然后又换到一个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说他们学校也不能试 就换到一个这样子的小学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偏乡的学校 一个班级的学生大概只有9个人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才比较愿意跟我们做这样子的尝试 那当时我们名不见经传的 大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很高兴可以找到这间学校 那简单播一下 当时第一次发书的时候的状况 演唱大小和声 开了 这一个大小的信念 开了 开了 这是什么 别闹我开 好酷 太可怕了 好酷 你现在回够溯客就是 一看就可以知道 大概要讲什么 或者是他要做什么事情 這樣不好嗎? 這樣很好啊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種 因為看到這種就很煩的感覺 因為它很像就沒什麼 就太現實了 這個可以去想一下 他說這一套是熊漢鮭魚嘛對不對 然後呢他為了要突顯出 這隻鮭魚被吃掉了 他特別把它做切片 而且切那麼厚 這個燕子他的表情 這時候轉過去問他 為什麼一定是 一定是 應該是比較剛烈的 然後騎頂公尺比較柔和的 所以這樣子來說就形成了對比 你們有想過嗎? 為什麼他要用這種 就是不同於以前的那個生智體練環 他可能是要讓思想問自己的 思想對 空間看看 對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比較好 這個 那種 日課不太死 我先聲明喔 對 這整個影片我們都是像透明人在旁邊看 然後現在小孩子講話就是可以這麼成熟 然後講到這些不可思議的字句都跑出來了 如果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我們應該找一個實驗組跟對照組 今天他用我的教科書五年 他不用我的教科書 那直接做一個比較 然後最後才告訴你說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效 可是這件事情不太可能做到 而且影響這樣的環境的因素也很多 所以最後透過這些小朋友的反應你可以知道 第一個他們可以了解設計師在想什麼 第二個他可以真正有意識的去想像所有課文的內容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震驚而且很高興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得到蠻多回饋的 然後這些回饋比較像是一些食物上我們過去可能沒有想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第二本做了一些改良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標凱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能會覺得標凱體很常見然後很醜 可是後來發現在小朋友學習字體的時候 因為標凱體保存它的一撇一那的粗細大小的差別 所以小朋友可以透過這一撇一那的過程之中 可以理解到底什麼東西是先寫什麼東西是後寫 所以反而標凱體對在小學的時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字體 那還沒有什麼字體可以取代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第二本就全部都恢復標凱體 再來是我們發現生字排列的位置必須要統一 雖然你會覺得生字好像就放在一個地方有放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你會發現小學生如果一旦他都習慣在右下角可以看到生字的時候 你哪一天拿掉他就真的給你找不到 非常驚訝的是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所有的生字都放在下面去 再來是我們試圖嘗試一些比較特殊風格的東西 包含這種潑墨的程式 這一課叫做空城記 就是司馬懿跟孔明鬥志的那一段 我們用空城記用這樣子的潑墨方式來呈現千軍萬馬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在過去教科書非常少見的狀態 我們把它釋出這個風格來 再來是我們發現過去的教科書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會把它的課文的名稱變成是一個非常小的標題 龜縮在小落就結束了 可是後來我們覺得如果所有的書面都會有一個很美的封面可以放在前面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每一課都做出一個主視覺 讓它對這一課一看到 映入眼簾就會有一個直接的想像 所以我們把每一課的視覺都做出來 不管是這個講訊的這一課 或者是這個果真如此嗎等等 後來我們為了做這個計畫 我們為了延續下去就跑到法蘭茨的想像計畫 又得到一個大約十萬人民幣的獎金 我們就繼續做下去 然後這一本呢 我們就想要再做出更多的不同的嘗試 過去我們都做一個年級 我們希望可以開始做中高低年級 你會漸漸發現每個年級的審美 或是欣賞東西的樣子都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當時我們就找了全台灣大概八十多個班級 六十幾座學校 一共發了兩千多本書 然後弄了一台車 然後做一次巡迴的發書之旅 這是今年的事情 一年級我們做了一些嘗試 首先我們把它課本的底色的紙弄得淡一點 而弄得比較不會那麼白 因為我們發現長時間的閱讀 過白的字體其實很傷眼睛的 不過也意外地發現 其實一年級的小孩 他對這樣子刺激炫目的東西 反而是更有感覺的 他覺得課本就是要非常飽和度 非常鮮明的顏色在課本上 他就覺得開心 所以這是一個嘗試 然後後來我們也做一些東西 譬如說像一年級的前面的封面 我們就做了一些貼紙 讓他可以貼出自己所想要寫的字 所以有些人貼出恐龍 有些人貼了他自己喜歡的字 有些人貼了古代人的臉等等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創作的過程 讓每一本的課本都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 三年級我們就讓他附入更多的風格的選擇 譬如說像這一個我們就做了一個拼貼的手法 然後讓整個課本裡面的風格更加多元 每一課都是一個獨立的插畫師設計師去做這樣子的拍板跟設計 那五年級我們就試圖的把它導入更多的設計感 可能有些東西是你要必須理解這個課文之後你才能了解的 或者是在印刷上面做一些腐水的設計 讓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這個改編的過程 兩年前你說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我也不可能想太多 因為我了解太少 當時我大二的時候有一本很喜歡的書叫《精英的反叛》 它這本書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透過一點點反諷的方式 然後來告訴大家是今天如果你自詩為精英分子的話 你應該肩負起這個社會更多的社會責任 它需要有些問題出現的時候你要試圖把它解決 當時做了這兩年回頭看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長相就有點像這張圖片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巨大的機械結構 因為人的協作越來越複雜 每一環扣一環的 大家就好像是一個齒輪 每一個單位都好像是一個齒輪 所以今天我們說教科書長成這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也不會只是出版社的問題 也不會只是教育部門的問題 它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學生的問題 也是家長的問題 也是老師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齒輪因為就這樣扣在一起 它變得好像每一個都只錯了一點點 可是它互相影響所造成的問題就非常大 我們會覺得要做一些改變非常困難的原因就是 你好像要搬的其中一顆齒輪 可是你要搬的事實上是整個機械的齒輪 所以你遇到很大的阻力你就很難動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首先是你要知道有哪些齒輪必須應付 然後這些齒輪該怎麼搬動它 教科書為例 所以今天一本教科書有關係的就這幾個 第一個 學生嘛 學生用教科書的 學生對他們來說就是有趣好玩最重要 再來往下看 老師 老師就是要學生學得好 所以它是有連動關係的 家長也是要學生學得好 既然家長跟老師都希望學生得到好東西 那我們就來看設計師 設計師其實要的就是一個基本的 合理的工作時間 合理的工作的配合理的金額 那出版社如果有辦法給出這樣的金額的話 那問題在哪裡呢 也許是出版社跟教育部門的 互相審核的機制必須要被調整 而教育部門的話 就是完全就是他今天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民眾到底喜不喜歡這個政策 會不會有一些聲音讓他不敢做 所以其實這是互相都有關係的 那你今天只要搞清楚這些人的聯動關係是什麼 那你接下來就是往下 你要找到一個切入的核心改變 你兩年前問我跟現在問我 我會給你同一個答案 我覺得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將美感這個元素打入現今的教科書市場 什麼意思呢 換句話說只要發生一件事情就好 當不好看的課本賣得比不好看的課本好 那今天就會產生市場機制 大家就會想辦法把自己的書本做得更好看 然後更好看的書本就會想辦法通過審查 然後送到我們的學生的手裡 現在我們的臉書都會有很多家長或是老師 詢問我們到底哪裡可以得到我們的書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沒了 然後也會有非常多的 教師公會也跟我們合作 然後表示願意幫我們推行這樣的idea 給所有的教師 然後也包含出版社本身成立了設計的部門 然後試圖透過這個設計 來重新做他們的教科書的改造 然後我們當初跟我們一起畫課本 有幾位插畫家因為風格被非常喜歡 所以就跑去畫了現在的教科書的封面 所以其實這樣的事漸漸發生 大家開始討論這件事情的過程之中 無形的就對整整個體制 整整個系統產生壓力 那你在透過這些系統的了解 你給他們最適合的東西 這機會就有可能成 最後是大家會常常問我們說 你們今天做這件事情 像我今年25歲 應該說我今天25歲 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到底有什麼反饋的機制 其實當初在做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這件事情 我必須承認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生產出的這個產品 是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時候 社會會用無限的力量來扶植你存在 比如說當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出版社對你其實非常有興趣 它會想要知道你打算要怎麼做 所以不管是文字的資源 或是教學經驗的資源 我們其實得到出版社很大的幫助 教育部門也會對你這個有興趣 因為它覺得如果真的可以做好的話 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政策 所以我們得到教育部門很多的討論 這件事情該怎麼做 也包含審查教科書的流程 我們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油畫等等 所以這些過程之中 我們就得到了很多可以得到贊助 或是轉圜的餘地 然後一直走到今天 最後講一下我們的目標 我們希望5到10年之內 台灣50%的孩子 可以用我們設計過的課本 其實這數字不難 我們透過一些跟一些出版社的合作 因為台灣的出版社也不多 事實上可以慢慢追上這個數字 我們相信這些孩子最後都會長大 他們可以繼續改變台灣 這是我們最後的slogan 我們叫做給我一本教科書 給你一座美術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你回家翻看你的教科書 每一頁都是不同的插畫師 六年的國小生涯 你有14課 一本課本有14課 有六年12個學期 所以換句話說168種風格 如果你可以從你的書本上找到 168種風格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還需要美術館嗎 謝謝大家 今天請了 離婚 永遠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